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露露哭笑不得直呼真的差点在机场被杀掉 但没想到更坏的还在后头 露露和朋友们抵达日本后 竟刚好碰上海关的随机插扣 等待过程就像直接卡在小房间里 整整长达9个小时 让她苦笑说第一天 就像直接睡在机场 逼得露露快发疯 眼神空洞无奈直呼 经历了人生中又恐怖又黑暗的9个小时 是这辈子不想再遇到的事 虽然旅游过程状况连连 不过真相露露也表示 会开心享受接下来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